由汉哥点名的小赖同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赖冠林 欢迎小赖同学 好那我们问一点 常规的问题给小赖 请问你 你是怎么决定 要从事现在这个行业的呢 都这么烂的问题吗 现在我们这个 我是去现下选秀的 两千个人里面就被带走了 哇哦 那时候俩人都没选我 他两千个人选 就俩人要了那个 所以你从小就很喜欢唱跳是吗 你来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是这样的 有一回我爸送我去学校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那白头发 就有点觉得不太对 因为因为我爸很晚生 我爸四十岁生 等于说如果走正常的 这个升学渠道 我到大学毕业二十二岁 那我爸到六十二岁 得供我这个 所有的生活费加学费 当时我就觉得 身为一个男人好像 承担一些个家里的做事 应该得承担一些钱 太慢了 太慢了 小赖 我看着我爸那根白头发 我当时想的就是 拔的 拔了吧 拔 我给你拔 好 穷泽你觉得 在头发屋里面谁最烦人的 这个问题太好了 有深度 现在屋里的人 你要说我们四个 你就会直接受到 肉体上的一些攻击 我最讨厌 我最讨厌汉哥 哎呀 哎呀 因为我觉得汉哥 就是什么方面都太优秀了 哎呀我的 给他掐了 给他掐了 谁不讨厌他呢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没有那我说的最喜欢的 嗯 其实我跟你说昨天我真的 突然一下眼睛就亮了 就有一个人在发言 就 就是雪晴姐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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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死我了 害死我了 就是你说那个 我太讨厌集体活动了 我从小到大我就不想干集体活动 那时候我觉得 说出我的心声 一下把你表达了 所以大家没有一个人喜欢集体活动 但是我说出来了 对 小蓝你等一下 我们这个650新加了一个环节 就每一个来的来宾都要贴一条壁纸 怎么贴 想怎么贴怎么贴 因为我们的漏洞是别对自己要求太高 不是纸在哪呢 纸在这呢 自己剪自己贴 签字追 不 行你就这点就行 你把这个贴上吧 这是有点太一点了 就这么着吧 完事了行吧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 我去收听节目去了啊 你好好播 谢谢今天小蓝来我们的650电台 接下来的环节 给我们三个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 talk show 哎没咔一个 650 radio遭遇重大播出事故 这进不进了吗 进幽调了没有 让他先休息一下 先插播广告一条 哎呦闻着味都香了 你再吹吹这小范吃点披萨 来来来还有这个 春天必喝白桃乌龙味百事可乐 哎你没发现没有 这个白桃乌龙味的百事可乐 还特别有设计风格 它是那个国风工笔画的设计 颜值特别高 确实是 哇 闻起来还有满满的白桃香味 哇真的 喝起来还有可乐的酷爽 和乌龙的回甘 太适合今天这样的日子了 是啊 坐在桃花树下 喝着白桃乌龙味的百事可乐 干一下呗 干杯 来 来 爽 好喝